雖然說這六度大型的注射 今天開始煮 但是早上公報 割到這個疫苗在婚姻 這不是六度的關係 所限 說中央配合 他們的這個離島疫苗有比較少 這個婚姻管長頂的選是來 批評說 疫苗是不是都讓人 抽到大型的注射 這樣不公平 六度離島疫苗 大型注射 一號開始 台中自然科學 報部罐現場 飲料是很擁有 但是疫苗在那裡 卻是傳出了中央完成 五月三十一號 要配送的四千個離島疫苗 只來二千五百個 出現低窗的狀況 苗在外國新疆 趕緊調動配合 到合力醫療因素的疫苗 提供效果來注 討論我們也要省三千三百個 管長頂的選證 疫苗是 強調去南部大型注射 暫棄 借讓趕緊向附近的館妻來 就對婚姻的小孩來說 相當不公平 要調波到這個南區的這個快打戰 大型施打戰 所以就將我們本來 他答應我們五千六百劑的這個疫苗 那縮減成兩千三百劑 我們當然擔心啦 如果孩子又跑到台南去施打 對孩子來講也不公平 開六島館期 離島疫苗強調 他們到地方配平 行政議士表示 地方政府五回 共調離島疫苗絕對有夠 這兩天才進了一批三十多萬劑的 兒童 輝瑞兒童疫苗 那相關的配發也都按照流程在進行 是不是有誤會 另外可能中南部疫情新聞 台中中華南島六月以後 六叔宣佈 高中以下國級學校 算上的九下又再演一禮拜 跟七大的家長團體討論以後 大家都主張說 停課不停學再延長一週 從六月六號到六月十號 不過消息一出來 如果有很多家長 為了要請教育小孩上腦筋 就前一時一直燒 正確也公平就變 醫療跟教育單位 不可以刺激 也可憐到家長的應變能力 記者 中華報道